这是妈祖评理事 因为不在妈祖面前撒谎 是福建人最后的底线 这是妈祖的身份证 火车票 登机牌 因为妈祖需要经常出差去国外进行神事交流 所谓有海水处有华人 华人到处有妈祖 这位由民间和道教共同信奉的女神 以凡人之躯称为海上保护神 先于年间 信仰遍布全球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妈祖的成神之路 先来看妈祖的身份证 这几位数表示了妈祖的诞生日期 公元960年 也就是北宋建农员年农历3月23 福建省莆田市梅州湾畔 一个小渔村 一户姓名的人家降生了一名女婴 女婴出生之时红光绕世 异乡音韵 但女婴从出生至满月都从未啼哭过 因家人为她取名为林墨 当地人称之为林墨娘 相传林墨娘小时勇敢聪明 世亲至小 水性极好 更为神异的是 她与大海有着特殊的感应 每次海上将有风芒 莫娘都会提前感应道 然后告知渔民 若是有人在海上遇险 莫娘便会奋不顾身前去搭救 因此当地百姓也敬称她为龙女 传说林墨十三岁时 寓意老道士 道士给了她一本玄伪秘法 灵物秘法精髓后 林墨虽懂得了灵通变化 从此能言人间祸福 预测天象 而到了十六岁 林墨与一群女伴出去游玩 当她对着井水照装时 一位后面跟着一般神仙的神人 捧着一双铜符 拥紧而上将铜符授予她 林墨接受铜符后 便有了承袭渡海之能 话说有一日 几条渔船出海不久 天上风云突变 一阵狂风巨浪 把渔船打成了碎片 可怜数十条性命 就这样成了海底的冤魂 通过几块写有梅州标记的船舵 才认出是自驾的船出使了 乡亲们哭得死去活来 莫娘看着这情景 心里十分难过 她暗暗对天发誓 自己若能致富风浪 救护渔民相亲 情愿减受三十年 就这样 莫娘凭义己之力 不断在海上救助遇险渔民 渐渐地被当时的民众奉为通贤淋雨 但好景不长 在林墨二十八岁那年 为在海上救助渔民 不幸被船的桅杆砸中头部 落海身亡 消息传来 乡亲们悲痛欲绝 谁都不相信 莫娘真的没了 更愿意相信 是二十八岁的林墨功德圆满 鱼化升天 成了海神 因此当地人开始为林墨建祠堂 修庙语 并在各处宣扬他的事迹 渐渐地 信奉莫娘的民众越来越多 人们相信 莫娘会像妈妈一样 默默地忽悠着他们 并亲切地称呼她为娘妈 宋代以后 妈祖崇拜广泛传播 成为东南沿海一带 出海渔民与航海船员的保护神 并且得到官方的承认 从北宋岛清末八百余年间 妈祖受到历代帝王的赤锋 不下四十次 而道教的太上老君说 天妃救苦灵眼惊中 亦这样描写妈祖 北斗降深 三界险计 巨海通灵 神通变化 最后再说 一个关于妈祖的有趣传说 清朝历史学家 赵义在该于从考记载 若玉海难向神明呼救时 称妈祖 妈祖就会立刻不失之分来救人 若称天妃 则妈祖就盛装打扮 雍容华贵地来救人 所以会很晚才到 故海上都称妈祖 不敢称天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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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